由长华集团 贫农县政府及国立贫农高中共同举办的2018贫农长华杯全国高中棒球精英赛今天开打 比赛正式开始 开幕式由长华集团董事长黄佳能 贫农副县长吴丽雪及贫农高中校长陈国祥共同主持 并邀请高院工商董事长于阵线一起开球 2 1 同书 吴丽雪表示 感谢长华集团的支持提升屏东学生棒球的实力和能见度 那每一年透游这样的比赛把全台湾在高中这个阶段的一些球队 然后让他们有个机会可以做一个共同的交流 那提升他们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能量的部分我想对我们帮忙很大 陈国祥指出长华杯让屏中球员透过与强队切磋球技精进球役 进而建立自信心 期待今年球队能以精湛球技争取夹击 这样的比赛其实给孩子的鼓舞很巨大 以去年为例啊 其实一开头棒球队的状况并不好 可是经过长华杯的比赛之后 往后的那一段包括是王真志杯 玉山杯都拿到平通信的冠军 另外王真志杯拿到全国第五名 其实这就是在显示 孩子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之后更建立了自信 长华电才董事长特助黄立元表示 董事长黄佳能热爱棒球运动 以实际行动支持平东县流线升学和体育大县的教育理念 不仅每季定期定额提供母校平中棒球队训练经费补助 自2017年起更举办长华杯 让热爱棒球运动的学子找到发挥的舞台 大家不只是为了这个奖金来参与这个盛事 我想是大家能够在体育场上去做一个互相晋级的一个 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想是一个号召 也是echo到我们希望能够去展现了这个理念跟精神 屏东长华杯今年进入第二年 参赛队伍以教育部全国高中棒球联赛目棒组为门槛 邀请七强参赛 参赛队伍有古堡家商 平正高中 陈德高中 西院高中 南英商工 高院工商 浦门中学 以及地主队屏东高中 各队实力坚强 球员们都期待 与强队切磋球技累积比赛经验 就是遇到这么强的球队 会让你的心态更有信心一点 然后获取不同的经验 参加场我可以提升团体的观念还有战力 就是全国八强球队 实力上一定会 实力上一定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每一场每一场都很关键 可以提早先适应到明年的木棒联赛的强度 然后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再去加强 屏东长华杯最受瞩目的是去年冠军古堡加商 能否创下首次连霸成功 获得国内高中轻棒比赛最高奖金100万元 决赛将于11月3日下午5点40分登场 除免费入场还送限量纪念品 主办单位邀请热爱棒球运动的民众到场观赛 为喜爱的球队加油 评论新闻张荣一刘建荣采访报道 美国生予总监树 叫搞也要 我要报处 谢谢大家